久而 东华揽住凤九下落的身子 他的心好痛 明明让小狐狸在那边等他 明明知道小狐狸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 比起的厉害怎么会不知 凤九根本不堪一击 凤九静静地躺在东华怀里 半嗓 又有了口血 我没事 我们还要一起出去 东华抹去凤九嘴边接连不断的血迹 透着无尽颤抖的声音缓缓落入凤九耳中 本帝君带你出去 出去了 一切就都好了 将凤九轻轻放下 东华狠狠地扫过比起 眼眸中透着血腥 透着可怕 他握紧了匕首 不等比起反应过来 便已先出了一招 比起是上古凶兽 这点反应还是有的 只是他怎知晓 那小狐狸的伤竟是让东华帝君这般旺生 不过几招下来 越发近身的东华倒是有了些不大不小的眉目 想来比起的命门正在这几处之中 到底是哪一处 东华尾时是得在确认确认 龙尾 罗坚 双目 东华一处一处地试探了过去 唯有双目那边 碧琪无意中是在护着的 看来这命门就是碧琪的双目了 怪不得碧琪每一站街闭目 原是如此 知晓了命门 东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会儿才觉着身上的伤痛 真真是痛的厉害 饶是如此 东华一直都警告着自己 再坚持一下 九儿还在等着他 天命生死竟必须出 九成天必须救 一个虚晃 东华骗过了碧琪 手中的匕首奔着碧琪的双目刺去 碧琪再反应过来只是已经晚了些许 碧琪刺去眼中 剧烈地疼痛在碧琪身体里叫嚣着 肆虐着 吼 碧琪大吼着 猛烈地扭动着自己的身子 将东华击退 可这会儿晚了 碧琪命门已破 这一层他守不住了 随着碧琪的身影一点一点消散 四周的黑暗也慢慢散去 东华收了匕首 抬手失去自己嘴角的血子 将昏迷了的凤酒抱在怀中 如今散来 该是有六日了 可是他们方才破了第五层 同预言的时日之约 还有四日了 他自己也不曾料到 天命生死竟竟然如此的凶险 那么的违抗天命的事 终究是不能放过他们吗 一个重伤 一个昏迷不醒 天命生死竟有奇效 实曾 他们必须闯出去 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 他必须快一点 再快一点 昆仑虚的那些上神阶是同莫冤 少晚一到赴了老天君的寿宴的 只是子兰还思量着要陪胭制 到最后是怎么也没有去 胭制自凡间回来便只有两年 如今在昆仑虚住下 虽然有灵气护着 延缓着 但终究是这么些日子了 借着昆仑虚的灵气 胭制勉强还能撑着 三年之气已经过了 胭制是越发的虚弱 子兰不忍 日日将自己的先例一点一点 堵入胭制体内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但多少能让胭制好瘦一点 小捕快 别费力气了 别离开我 胭制 三年过了 我还多活了这么久 子兰 我满足了 替我照顾好婴儿 胭制握着子兰的手 她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 斜斜地靠在床榻上 面色枯黄 已是游进灯窟之香 现在不过是靠灵气和子兰的先例维持着 娘亲 不要离开婴儿 婴儿回想娘亲的 黎英拍在胭制的床榻边上 轻轻地拽了拽胭制的衣袖 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胭制 她知道自己的身世 在她眼里 胭制就是她的娘亲 子兰就是她的父君 这一切她都占尽了 其他的也不需要了 婴儿乖 胭制勉强抬起了手 揉了揉黎英的脑袋 又道 婴儿以后要听父君的话 在意界有什么不懂的 就一定要来问父君 娘亲会一直看着你的 婴儿是乙君 不能哭 嘱咐完黎英 胭制已经很虚弱了 憋垂着脑袋 几乎看不出什么生气 子兰心下一痛 赶忙度着自己的先气 为胭制续命 半晌 胭制终于从浑浑恶恶当中 清醒了过来 她拦下了子兰肚气的手 缓缓开口 你是墨冤上神的弟子 九重天的事 我多少知道一点 胭制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了 她松开了拦着子兰的手 在她边摸索了一阵子 将一个灰色的包袱交在子兰手中 就着子兰接下的手 胭制颤抖着打开了包袱 里边是一件袍子 墨蓝色的 这是乙君的蓝袍 婴儿还小 天族是六戒之手 说到此处 胭制已经无力再说了 剩下的 她相信子兰知道 子兰会帮她的 她的这三年是东华给的 天族发生的这些事 他们虽是住在昆仑须的后山 可多少还是听闻了 九重天出了事 是大事 别说了 胭制 子兰不幸 病了先例 依旧想给胭制度过去 可胭制颤抖着摇了摇头 暗淡无光的双眸紧紧地盯着子兰 她再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她就快不行了 娘亲 子兰红着眸子 将胭制揽在怀中 我答应你 小哑巴 小捕快答应你 答应你 胭制静静地靠在子兰怀中 静静地听着她强有力的心跳声 她的序号实在太大了 三年多的时间 她已经满足了 这三年 子兰陪着她拜了唐城了亲 凡世间的点点滴滴 到昆仑须所有人对他们的关照 足够了 所有的一切都交代了 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胭制缓缓地闭上了双眸 她太累了 该好好休息了 子兰揽着胭制 泪珠无声地从眼角滑落 一旁的黎英静静地望着自己的娘亲父君 她没有哭 因为娘亲说过 一君是不能哭的 九仲天上 谷月同穷宇坐于帐内 面对天族这些个上古神之 这一占位时是有点困难 谁料想 东华是个麻烦 他坐下的上古战将也是个大麻烦 更何况 就在今日 谷月已经得了消息 原先不曾参战的白家上神 还有昆文须墨渊坐下的几个弟子 都折了战袍 网九成天各门增援 君父 不知君父有什么打算 这一战已经拖了六日 东华帝君很快就会出来 君尚放心 穷宇定保幽冥界一统六界 君父可是有了计划 不错 穷宇朝着谷月一一 又接着道 你我被这些上古神之拦住 不过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如今的九成天并不是铜墙铁壁 战争 只有成王败寇 谷月稍一正眉 转而又似恍然大悟 心下一喜 多谢君父 谷月明白了 九儿 东华换了换怀中的凤九 又抬手轻轻俯上凤九额间的凤尾花 指尖的一阵冰凉 透着额头传到凤九身上 凤九颤了颤 往东华怀中更缩了些 九儿 别睡 周围渐渐地明亮起来 再没有避其的身影 也没有预想中的悬崖峭壁 这般危险的一层总算是过去了 望着怀中昏迷的凤九 东华眯着眼 冰凉的手指顺着额头俯下 俯过她的面颊 凤九的伤不算太重 只是有些受不住罢了 闯着天命生死境 势必要耗去两万年的修为 过了一层 便是耗去了两千年修为 这些与东华倒是没什么 只是凤九不是十万岁 修为一下耗去那么多 总归是有些承受不住的 九儿 你一个人来 叫我如何放心 东华的胸膛很温暖 火迷中的凤九蹭了蹭 面上带着笑意 她倒是忘了 这会儿还是在天命生死境 他们还危险着呢 东华浅浅一笑 垂头 一个不声不浅的吻落在凤九儿间的凤尾花上 冰冰凉凉的 比她的指尖多了些温存 凤九扭了扭身子 好在只是昏迷 过了会儿也就醒来了 你受伤了 目光落在东华身上 却见她的袖口冒着点点血珠 东华顺着凤九的目光望去 这处大约是同臂气厮杀的时候伤着的吧 她多半瘦的都是内伤 这笔外伤到尾时是没有放在眼中了 疼吗 凤九坐起身 翻看着东华的伤口 是有些疼 动了动受伤的手臂 别动 凤九凶了东华一句 东华还真是不动了 认识凤九为自己包扎了伤口 诚然 凤九这包扎的技术尾时不怎样 但也不好服了自家地后的面子不是吗 东华举起险些背地后包成团子的手臂看了看 是有些嫌弃 还疼吗 疼 那 那怎么办 要不 你忍忍 或者 我给你吹吹 凤九抱起被自己包成团子的东华的受伤的手臂 放在嘴边 仔仔细细地吹了又吹 估摸着应该是好些了 这才将这条手臂放下 你觉着怎么样 嗯 还好 同东华斗 凤九绝技是斗不过的 诚然他们是半了几句嘴 凤九道也是想起来了 他们这会儿还没出镜 我们在第六层 不错 凤九环顾着四周 这一层除了一片白茫茫的血缘 也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歪歪脑袋 实在不知晓他们又将会遇到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arning